好興奮啊 我們今天剛剛在車行買了一台新的挖掘裝載機 Back Hole Loader 現在在車行出面 付完錢了 他就開了這輛新車出來給我們檢查一下 我們就不如看看這輛機器 和學習它不同部份的名稱 先看一下 這個就是洞鼻 最大的一條 洞鼻 多好 多乾淨 這個就是斗鋼 是連接著滑斗的 是前面小條些 著一下警示燈 看看動不動 多好 閃閃閃 沒有壞到 先吃它 嗯哼 我們給了錢 要檢查清楚的 好 按開關 現在呢 整輛車就升起了 好穩定了 新出來的那個叫做外身撐座 Stabilizer 那它就不會跌 那它就不會跌咯 這兩條就是拉槓 現在我們坐在駕駛艙裡 看看操縱板 我們呢 我們呢 想把設定都調好 這樣才可以試機的嘛 嗯 多好 多漂亮 嗯 好乾淨 好 我們現在不如試一下 動一下那些拉槓先 來控制一下前面的洞鼻 來吧 好 伸出 向左 那個洞鼻 現在動緊了 最近我們最大的那條 前面這個就是滑豆 用來塗些泥土 啊 沙石的 它都動得很好啊 伸出伸入 向前向後都可以 這個黑色的呢 就是洞鼻的油缸 Hydraulics 它裡面呢 是一些油來的 不同的壓力呢 就令到它那個洞鼻可以伸縮動 了 再向下左 又向下右先 多好 多好 多滿意 好 走出去先 再看多幾次啊 這個就是個 豆幹了 剛才都跟你說過 是連著什麼的 滑豆 黑色的那個就是滑豆 了 我動鼻呢 就可以左右這樣擺動的 那方便工作人員 挖地下的時候呢 去不同的角度 這個就是個 豆幹的油缸了 Hydraulics 就是動它前面 那一部分的 而剛才我們坐在裡面的駕駛室 就是工作人員在裡面駕駛的時候坐的地方 嗯 多滿意 動得很好啊 再行多個圈先 好 現在呢差不多了 我們進去駕駛室裡面再檢查一次 所有東西都在對的設定那裡了 那我們呢 就可以準備關機 你看一下 好立立靈啊 車子 因為是全新的 洗乾淨了 記住那兩塊是什麼 外生燦座 好 現在放回那個洞臂了 我們呢 再按開關鍵 就變回車 前面那個就是橙斗了 哇 太好了 今天好好玩 記住訂閱我們的Cantonese Fun Channel 這樣呢 有新的工程車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了 下次見